好同学们 那么这一小节啊 咱们去讲解一个知识点 叫循环的简介 其实循环的简介啊 就包含两个知识点 第一循环的作用是什么 第二循环的分类是什么 就这么两个知识点啊 那首先呢 对于循环的作用啊 老师举一个生活当中的例子 咱们一块啊去体验一下 那接下来啊 比如说老师这里啊 就以这个问答题的形式 咱们去了解一下这个循环的作用 哎我们思考一个问题啊 假如我有一个女朋友 哎其实说到这儿啊 老师就反悔了 细心的同学可能发现了 咱们正在讲课的老师啊 是一个铁血真汉子 哎铁血女汉子对不对 哎那这个时候呢 要有女朋友就不太可能了 对不对 哎咱们把这个我啊 去切换到同学们身上 那假设啊 同学们哎是有女朋友的 或者是有媳妇的一个男生 对不对 哎那这个时候呢 有一天啊 你们俩闹矛盾了 对不对哎这个矛盾呢 是生活的调剂嘛 对不对 哎闹矛盾了 这个媳妇说 你错了吧 你道歉 对不对 哎那这个时候啊 对于我们一个钢铁直男来说 对于一个男性来说 都是比较大度的 道歉嘛 那不好办吗 然后道歉要道歉 哄好了 咱们不生气了不就得了吧 对不对 哎那这个时候啊 对面讲 那媳妇说 说一百遍 媳妇我错了 那这个时候 一个程序员会怎么做呢 哎我们讲一下啊 我们是学Python的 那是不是就是 要输出媳妇我错了 这几个字给媳妇看 那所以这个时候 我们是不是用print 是不是就可以输出了呀 对不对 但是啊 媳妇说了 你要说一百遍 媳妇我错了 那这个时候了 试问同学们了 你会乖乖的 在我们的Py文件里边 敲一百个print 媳妇我错了吗 哎我们肯定不想那么做 比如说有同学 可能马上就会想起来 说我不需要写一百个 我写完了一个 复制粘贴 不就可以了吗 对不对 哎那接下来啊 同学们想 就这个复制粘贴 这个动作 是不是也要浪费 我们一些时间和精力 那么这个复制粘贴 这个动作啊 在一些非常非常 初级的程序员那里 我们可以这么做 但是同学们注意啊 如果是一个已经学过 流程控制循环的程序员 他绝对不会采用 复制粘贴一百次print 那他会怎么做呢 直接用循环去控制print 这个函数 重复执行一百次就可以了 那就是说 瞬间就能完成一百次print 都交给解释器去执行 那么接下来啊 也就是说引申到这的话 我们稍微做一下总结 是不是就是一百遍print 这个事情 不需要程序员手动写 或者是复制粘贴 怎么办呢 我只写一遍 然后用我们的程序当中的 循环控制这个print 重复执行一百遍 是不是就可以了 对不对 那言外之也就是说 那循环的作用是什么呀 我们可能理解啊 循环的作用 是不是就是让代码 重复执行啊 确实是 但是老师这呢 总结是这么一句话 循环的作用是什么呢 让代码更高效的 重复执行 本身重复执行 你复制一百遍 或者是说 你手动去 Ctrl Z Ctrl V 手动写 是不是都可以 但是呢 我们说 是让代码更高效的 重复执行 那么这个时候呢 我们就用循环就可以了 那么所以啊 这是我们循环的一个作用 同学们大致了解一下 是不是确实挺好的 以后再跟媳妇闹矛盾 媳妇说 说一百遍 媳妇我错了 我们是不是就有办法了 对不对 拿循环就行了 不必要非常痛苦的 复制粘贴 对不对 那接下来了解循环的作用之后 同学们 我们还有第二个维度 要去了解循环 那就是循环的一个分类 循环呢 在python当中 分为while循环和for循环 这两大类 但是呢 不管是while和for 哪一个循环 最终实现的效果 都是一样的 都是一样的啊 所以呢 一会儿啊 我们去讲解循环的话 也是先讲解while循环 然后再讲for循环 也就是说 讲这两种循环啊 好了 那么这一小节啊 我们就简单理解循环的作用 把这句循环作用这句话 我们关键点把它记住啊 好了 那老师啊 把咱们这个视频呢 稍微暂停一下